第三題 第三題就說 某個村莊的電壓是220V 最大用電功率是220KW 好,我們先寫下資料 即是它的電壓需要220V 而它們的村莊的能量是220KW 好了,我們現在是A部分 這個村莊究竟需要多少電流呢? 我們來運用公式P等於V乘I 代入去就算是1000A 第二題 如果電纜的電線是0.1Ω 其實電線相當漂亮 電阻很低,只有0.1Ω 那我們就問這個電的功率耗損是多少呢? 好,我們來運用公式 P等於V乘I 代入去就是100KW 哇,相當大的 好,那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電入去村莊的電壓 剩下多少呢? 好,我們都是用那條公式 P等於V乘I 好,我們輸入的時候是220KW B 但是損失了多少呢? 損失了100KW 損失了100KW 好了,而最後得到的電壓 不知道,電流就是1000KW 那麼計算完之後呢 我們得到的電壓呢 就只剩下120KW 少了很多的 好了 好了,B 那我們結果就發現呢 就不太可以用220KW來輸電的 那我們就改變它 我們就用66KW來輸電 即是66,000V 好了,用這個數呢 其實我們交流電永遠都是的 無非就希望將電壓加大 加大電壓的目的呢 是如何減少這個電流 減少電流呢 就能夠減少這個功錄的耗損的 好,B1 好了,要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我們畫回圖 去到呢 即是怎樣去到 令到村莊有220伏特的電料用呢 那我們就用一個300比1 那怎麼計出來呢 那就是66乘10的3次方 除220 就會計到呢 300比1的了 那一個降壓器 那來到呢 那輸電用高壓去到村莊 然後再降壓才進入屋 好了 那我們就問了 同樣的情況 如果現在先升了壓 那我們呢 那個電的耗損是多少呢 好 那個電的耗損 功率耗損呢 用多次這條公式了 就是 P 就是V乘I 那我計到呢 是3.3A 好了 3.3A 然後呢 那個電線的電阻呢 是0.1Ω 哦 差很遠 那我們只是損失了呢 1.11Ω 而已 那跟著呢 他說呢 除了用這個高壓輸電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 電的功率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的 當然 我們說縮短電纜的長度 用條粗一點的電纜 但是這些呢 其實就是長度很難縮短的 你的村莊是這麼遠就這麼遠的啦 那你的電纜 如果電輪要再小一點呢 剛才那條電纜的電輪 已經相當少 是0.1Ω而已 你要再小一點 就要更粗的電纜 那就更加貴咯 所以這兩個呢 理論上可行 但是實際呢 我們其實都是 一般都會用高壓輸電的啦